essignor 15年9月 nuggets 我們休息一下 中文Channel 15年って 6.フォルス 我很開心跟大家願意來聽這些說明 我不懼怕 謝謝不太離譜 現在可能有人身邊家人或有朋友 其实他们也有这样的 所以不如你自己先来听了 所以我很开心 今天大家来听 我想说一说 其实我最怕就是精神病 我最怕就是mental illness 我最怕有时我见到一些有患病的人 我就不知为什么那种是很害怕很害怕 也不可以解释的为什么这么害怕 而我也有一个误解 我常以为精神病就是他想东西想得多 他想东西想到错了 想到我们终于说的痴了 以为纯粹是思想的错乱 是思想出现问题 还以为是自己想东西想得多 就完全是没有其他的认识 我今天带了一个雕塑 在这里来看 这个雕塑其实是一个年轻人做的 他其实是一个在澳洲一个年轻人 他学后一个project 当我去他家的时候见到这个project 他家人就告诉我 他这个project其实是一个患了精神病的人 他说你看看他这一边的面孔多完整 多完整 他说你看看他这一边的眼和面是受了伤 他说这个就是一个患了精神病的人 他说在外面看不到他什么 他跟上人一样 但是他里面其实已经受了伤 他里面好像一个disabled的人 他的脑部所留受了伤 他的生理、心理、精神都受了伤害 是一个disabled的人 当我听到的时候我很受感动 我觉得原来我们不认识一些患了精神病的人 我们经常当他好像我们上人一样 我们不知道他原来disabled了 所以我自己 虽然这个雕塑不是做得很特别的事 但是我觉得他背后的意思很好 就是提到我们 怎样去了解一个患了精神病的人的情况 在上一个月我们团体就做了一份的文卷 或者刚刚坐下的朋友都曾经看到这份文卷 我现在是将部分的资料想告诉大家 我不会讲完所有 但是有一些都是挺值得提的一些要点 在整体上填表的团友 我们觉得他们自己 对自己和对别人 有精神健康问题的人 他的态度都非常的正面 这个是很值得我们的开心 很多人都很采取开放和接纳的态度 又明白自己在精神健康方面的需要 也觉得如果自己不幸患上精神病的时候 也会去寻找帮助 也都愿意去帮助有患病的人 至于对于精神病的反应 原来有四个人和我一样 一提到精神病的事情 就害怕得不得了 但是也有 我要讲讲 是有25个人填了表 还有7个人说 都是很怕麻烦 不怕麻烦 不如也不要理 又发觉 为什么我们都想想 为什么需要安排这样的聚会呢 我们在25个人填表里面 我们知道 我们不记得 在表里面说 有1至10 你自己说 你自己是属于第几行 第几行 没有认识 10你就是完全了解 我们就发觉 有16个人都说 自己是5以下 5以下 即是说 没有多少认识 所以 我就觉得 其实很需要 你都听一些 关于这种精神病的 一些的 肢毒多叠 然后 有15个人都表示 怕自己患上这个医癌症 有8个人说不怕 但我们后来就觉得 可能这个题目写得不够清楚 究竟这些人 真的不怕自己患上这个医癌症 还是患了之后不怕呢 那我们就不太清楚 所以 我们都觉得 不够 接着 有一些说到 关于大家 团友 你们觉得 患上病症的原因在哪里 那我们就发觉 我们这些不会多说 因为Dr. Walker 就不会跟我们说 然后 我们又发觉 原来有多个半数的人 愿意接受这方面的训练 那今天你能够出席 就会证明 你都对这件事 是有主意的 而最后 就是问大家 对这些机构有多少认识 那基本上 除了Beyond Blue 大家在电视上 常常提到 都知道我们的其他机构 都没有了多少认识 都没有了多少认识 所以我们一会 就会跟大家说一说 这些机构 它对我们会有什么 的帮助 好 那我们将时间 就会交给Dr. Walker Dr. Walker 就坐在这里 但是我们就 你看他很轻松 他好像 Depression 不是多认识 都可以 就是很轻松 很轻松 Dr. Walker 就是出生在马来西亚 他就是来澳洲读书 攻读医学 他毕业之后 就留在澳洲定居 Dr. Walker 请你 true 另一张 另一张 是的 请你 看一看 Dr. Walker 这个Dr. Walker 这个意思 对他有双重的意思 我们就叫他Dr. Walker 他就是一个 精神科的 专科医生 一个psychiatrist 原来他也是一位 医学学士 他有一个 Degree Doctor in Medicine 他有多个 一个专业的资格 他是有 王家澳洲 及守 纽西兰精神 心理学院 院士 也有另一个 院士资格 是主治 这个青少年人的精神心理病 他就说 给我听 有30年的精神科 的专科经验 自己也有陈所执业 又在大学讲学 亦都被邀请到海外讲学 以及特别是去中国讲学 另外一张slide 谢谢 他今天 所以是100% certified 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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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什么都不用介绍 你只是告诉他 我是专科精神科医生 让他对我说的 有信心 那么我们今天 就将我们要听的 他和我们分享关于这一集的种族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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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特别的介绍 其实我很少用广东话来讲讲座 所以如果发音方面不太好 请你们多多原谅 因为我对英文和国语 是比较好一些 普通话 但是有很多时候 我去到中国的时候 如果我用普通话的讲座 他们都说 你的发音不标准 意思就是发音不标准 所以很多时候 如果是多原 比较吃得多些语言 那些是比较麻烦些 意思就是说 我们在马来西亚 我妈妈很多时候跟我说 你都是学到半筒水 今天如果是有些半筒水 所以请大家多多点燃养 我想问一下Fanny 是在录音吗 OK Berlinda被叫我和大家分享到 抑郁症这个病的见识 其实当Berlinda邀请我的时候 我都很想来 为什么呢 因为我明白很多时候 在社会上 很多人都不明白抑郁症 不但只是那些非专业人才 有些专业的人都不懂得抑郁症 所以其实今天和大家分享 对我来说是一个很荣幸 对抑郁症的见识 对抑郁症这方面 其实抑郁症是很普通的 下一个slide会和我们说 抑郁症如果你看到那个 你看到那个统计的数字 第一点就是说10至15% 或者我们马来西亚人说 10至15%的人 在一生之中 会患上抑郁症 那我们今天在场 我希望你不会太过迷信 那我们在场 或者有四十五十个人 意思就是说 其中我们 或者四五个 会患上抑郁症 或者以前已经患上抑郁症 那抑郁症这个病呢 当一个人患上抑郁症之后 下一次再发生抑郁症的机会 是更加比较高一点 那抑郁症这个问题就是说 如果你患上一次 大一次患上又高一点 如果大一次患上 大三次 大四次患上又再高一点 所以其实抑郁症来说 是一个比较严重的病症 那我记得我开始读 这个精神心理学的时候 已经是三十年前 那我的教授就跟我说 如果你们一个人 能够选择 患上抑郁症 和这个精神分裂症 精神分裂症就是 英文来说是sizofrenia 那我的教授就说 你最好是选抑郁症 因为抑郁症很多时候 你患上之后 过了一年两年的时间 是全部会没有问题的了 那其实那时候是三十年前的思想 但是现在的思想不是这样 因为我们知道抑郁症 有很多人患上之后 是小部分是治得没什么好 那有些是一尾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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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这种又不行 吃那种又不行 吃那种又不行 所以其实抑郁症 是比较严重一点的病态 那我们当中 有10至15% 其实都是挺高 为什么很高呢 因为你想想 因为我们一个人 如果是一个人当中 有一个人有一个症 那我们 你看看我们这里 澳大利 澳大利 澳洲 有多少人是2千 25million 是吗 是2千 一百万 2千 一百万 一百万 那你去数一下 你当中的数牌比较好一点 可以给我一个答案 是否有10% 有多少人是有这个症 如果有2千一百万 2百五十万 2百五十万 是很重要的 那对于一个人 那个生活的质素 和生活的影响 和个人之间的那个损失 和家庭的损失 譬如说 如果是爸爸有这个症 或者是妈妈有这个症 那小孩都好像 会被疏忽一点 不能够住活 家庭的那个损失 还有很多时候社会的损失 我做了医生 又做了很多年 我的病人当中 有很多都是 患上抑郁症之后 譬如说 30多岁患上抑郁症 40多岁患上抑郁症 应该是一个人 那个职业的最高峰 都做不到工 都要退休 所以对于一个社会来说 其实是一个很大很大的损失 所以今天 如果我们能够 好像说 能够认识一些抑郁症是什么 能够帮助我们身边 或者我们身边的家人 或者帮助我们自己 很多时候 我们现在当中 很多都是教友 如果能够当我们自己的教友 来支持他们 其实这件事是很好的 抑郁症是很严重 为什么抑郁症的药 是我们全球 是第二种 吃得最多的药 我想问一下你们 你知道大一种是什么药 什么 没所谓 你可以说 Diabe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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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是大三 大一是什么 Colesterol Colesterol 是属于什么 心臟 心臟 大一种就是心臟的药 比如抗抑郁症 抗胆固醇 就是抗胆固醇 第二就是抑郁症的药 所以其实是 很多很多人 会吃抑郁症的药 那男女之间 是有什么分别呢 但是多数 男女之间的分别就是说 很多时候我们知道 每两个女人 有抑郁症的药 不是直指女人 好像小孩子也是 每两个女的 有一个男的 是抑郁症的药 但是我们医学界觉得 这个数目呢 其实不是很正确 为什么不是很正确呢 因为我们知道 男士呢 我可以这么说 因为我是男士 男士呢 我们对这个现实呢 是没有什么诚实的 你们明白吗 女士呢 是比较诚实的 女士有很多时候 有问题是去看医生的 男士呢 有问题呢 是专门看医生的 你知道吗 你知道吗 最造假的 是属于这些男士 你知道吗 是那些 男士的医生 更加 更加重要 他们优劲 不去看医生的 你知道吗 所以男士呢 很多时候 其实 他也是有一个症 但是我们知道 男士呢 我们大多数是 戴上个面具 譬如说 我们男士很多 有些 譬如说 喝酒 那些 那些酒人呢 其实你去研究的事 其实他长期吃喝酒呢 很多时候 开始的事 是有抑郁症的 譬如说 清少年的事 或者是 二十多岁 开始有抑郁症 遮酒消瘦 我们现在 这样的聚员 我们讲会是 遮酒消抑郁 那个喝酒 是很普通的 所以很多时候 当他去到医生的时候 医生只是说 你是有酒的问题 可我自己的医学 他的经验也是一样 有很多时候 譬如说 那个人一戒了酒之后 他的抑郁 浮了上去 因为他是 把那个酒 被抑郁压压低 一不喝酒 他的抑郁 走回手 所以这个酒的面具 是我们男士很想大上 为什么 因为我们男士 是这样 因为我们是比较娇慕的 我们不想去到医生的诊所 坐下 医生说 你有什么问题 我没有抑郁 我们觉得自己 一些能干都没有 抑郁这么低 自己的情绪这么低 应该自己可以把他拉回来 所以我们会当成一个面具 另外一个就是烟 烟也是一样 很多吸烟 都是一个酒 都是一个抑郁面具 另外一个是很普通的 尤其是在青少年那方面 是那些毒品 毒品当中最普通的那些是大麻 Marijuana 为什么大麻呢 是很多时候 是年轻人去吸大麻 是因为他患上抑郁症 因为大麻 会当时将自己麻木 所以我们中文 现在站在想想 说我们很正确 我们都会说大麻 是大麻木的意思 其实大麻是很危险的 那我就这样想鼓励我们当中 如果你家里有些小朋友 或者有些年轻人 或者有些亲戚 最好就是说 如果他们真的吸大麻 那些是很严重的问题 当然新闻他们会说 哎呀大麻是没有问题的 很多时候你看报纸都是一样的 很多都会支持大麻 其实我们不应该当成一个毒品 因为如果当成一个毒品 我们会说 鼓励那些人做些犯法的东西 因为他要去卖这些毒品 其实大麻是很严重的一件事 我们英文就是这样 我说 Maron is a gateway to other drugs 意思是说大麻 是好像一个人吸毒 比较严重的那些前门 你开了一个前门 你可以走了入屋狗里 那毒品 另一个是赌赌 Gambling 我见过有几个病人 都是倒的方面 上了一天 为什么倒会变成一个抑鬱的面具 因为你倒的时候 你兴奋 你兴奋 所以很多时候 当你有兴奋的时候 你觉得兴奋劑 会好像对抗抑鬱的方面 你兴奋劑 然后有些买 买都是一样 很多时候 或者一些 类似来说 是比较麻烦一点 即我讲到男士的问题 说类似是比较麻烦一点 为什么又是一样 当然买了一种新的东西 我意思不是说 你去David Jones 你去买人 如果又便宜 那些是这么麻烦 我意思是说 很多时候 意思是说 买了人 那些买 如果你身边有些人 或者你自己是这样 或者你都要想 其实我不是 有些抑鬱的问题 有些是 人 那些 不需要解释太多 那些很明明 那些是食物 那方面 食物也是一样 很多时候 食物是靠食物 有些受压力 那些 有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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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压力 那些 迫 去吃那些 所以 抑鬱是有很多 很多的面具 那 那一个 就是说 抑鬱 其实是 怎么发生的呢 当中 我看到 一堆人说 对于压力 是 压力 会不会 弄到我们 有抑鬱 其实压力 也是 会 那我们再 我会 比较深一层 这样解释 压力 为什么会 还上抑鬱症 那如果你接受 压力 可以 让我们产生抑鬱症呢 意思就是 我们当中 每一个人 都会有 一个抑鬱症 的可能 OK 因为 很多时候 压力就是 当然我们 每个人 对抗压力 是有不同的技能 有些是比较 能够抵抗压力 一些 有些是比较 好像说 比压力的方面 是 骚扰比较 好像说 高一点 但是呢 我们每个人 都是一样的 如果我们 给一个人压力 一会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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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一个地步 它都会 好像说 断下去 所以压力 是很重要 那讲到压力呢 我要跟大家 分享 压力的概念 就是这样 是什么 其实压力 不是 正不止我们 心外 那方面 發生的事 对我们来说 是一个压力 很多时候压力 在你 自己的思维 的事实上 是怎么样 比如说 我这么提议 我说 不如我们当中 我们现在 选一个 我们 澳洲第一届 唐人的 总理 或者我指 你们说 他变了一个 第一个中国总理 这样 对这些人来说 是不是有压力 但是对这些人来说 是有很大的压力 所以我们 我们是 如何去分析 如何去 形式的一件事 身外 我们的一件事 很多时候 是会产生一些压力 有些人 不会有压力 有些人 是会有压力 那其实压力 和那个 弱势 和形式的能力 是有什么 好像说 是有什么 关联呢 那我们再 你再按一下 它会再出来 OK 你看到这样 就是这样 其实很多时候 我们 精神问题 譬如说 一个抑制的问题 不是静止一个因素 你看到这个 就是说 首先 你会有一个压力 压力 和那个 弱势 是有些 关系 弱势是什么意思 弱势 英文来说是 vulnerability 或者我翻译 都是挺正确 弱势就是说 很多时候 我们每个人有一些弱点 我们有强 都是有弱 一个人的性格 有好处 有长处 都是有短处 OK 弱的意思不是说 好或者不是 所以我不是说到 是道德方面的问题 譬如说 某个人 如果你是追求完美那些 你的长处是什么呢 你做事 会做到周周到处 做到十前十未 OK 但是 如果一个人 如果是追求完美的 那个性格 他的弱势是什么呢 很多时候 你会被自己增加压力 和增加别人的压力 为什么这么说 譬如说 如果一个人 如果是追求完美的 你达到九十个百分比 你觉得是不好的 一定要满到一百 OK 一个人 如果是真正的 追求完美的 那些性格 那些呢 他们最大的麻烦就是说 他看的东西很黑白的 很多时候是一百 或者是零 零的意思不是说零 零的意思就是说零 到九十九 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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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百 就是一个分数 所以 如果是在抑鬱症的方面去分析 一个人 如果是太追求完美的 是一个弱势 如果那个人 他已经在生活上有很大的压力 和加上去有这个弱势 追求完美的那些 那他就会变成一个抑鬱症 但是如果另外一个人 他在这个生活上 是经验到同样一样的 面对一样的事情 面对是经验一样的压力 但是他不是追求完美的呢 他或者 便会得到那个抑鬱症 所以很多时候抑鬱症 不是很简单说 哦 生活有压力 就是他有抑鬱症 生活没有压力 就是没有抑鬱症 抑鬱呢 和那个压力呢 是其实 是其中一个因素 所以我们要看起来 其他有什么弱势 那样 那个人的经验 是怎样 那下一个再 会讲到 抑鬱症 抑鬱症的因素 是什么 那很多时候 对于抑鬱那方面 我们要改变一下 我们自己的认识 那个思想 为什么要这样说呢 因为很多时候 我们当中 很多都有 譬如幻想的感冒 那什么 精神学 和这个身体 那个 我们英文叫physical medicine 意思是属于身体 和精神那方面 是有什么关系 但是多数如果是 身体那方面 是一个细菌 会变成一个病 对不对 对不对 譬如说你 张福等母 如果你说 打了预防针 预防那些細菌 或者冬天 你不会患上感冒症 所以 很多时候 在 那些病的因素 尤其前 我们身体那些病 是比较简单 意思就是 A 会变成B 但是很多时候 如果是精神问题 那些精神病的 是有不同的因素 加在一起 所以 如果今天你说 你听了一个讲座之后 你能够回去 就认识 OK 益骨症是什么 益骨症如果是 在数学方面 这样解释 意思是 益骨症就是 生物性的原则 那个因素 加上心理精神性的原则 加上社交性的原则 加上宿命性的原则 加上社交性的原则 变成了益骨症 如果你明白这一点 很明显就是 很多时候 两个人有益骨症 是不同的 不是感冒 比如说 没有一个人 两个人有感冒是一样的 你是什么什么细菌 那个人的细菌是一样的 所以两个人会有 同样的因素的感冒 但是益骨症不一样 因为益骨症 只有四个因素 那我意思就是说 有很多人 譬如说 你是有一些精神的问题 虽然生物性的方面 是没有问题 或者社交没有问题 或者属于没有问题 都必须会有益骨症 所以是四个因素 加在一起 那我想再和大家 深一层的分享 如何去形式这些因素 第一 是讲到生物性的方面 生物性 我们中文就是 就是说 意思是属于生物的方面 我是这么简单 翻译过来的生物性 生物性的意思是属于 我们生物的 首先就是说到 这个遗传 和这个基因的方面 是生物 为什么是生物 因为那些 是我们不能够 好像说 是我们不能够改变的 比如说 为什么 有些人黑头化 有些人干疼化 那些是因为有基因方面的问题 你怎么说 如果你是黑头发 你怎么想自己 有金头发 也是不行的 你知道吗 或者你可以去厌头发 你去厌头发 但是厌了之后 过了四个星期之后 你又会变黑的 你知道吗 所以是不能够改变的 又会多些遗传 或者是基因的问题 但是我们要明白到 当我们说到 当一个医生说到 这个抑鬱是有遗传的意思 是什么 其实我们不是说 是遗传 是一定会有发生的 所以精神科这方面 和我们其他人科 都是不一样的 因为很多时候 其他一定会发生 当我们会说到 遗传 遗传的意思 就是遗传一个倾向 最重要就是明白 遗传一个倾向 很多时候的倾向 未必会有发生 譬如我用另外一个病人的鼻 譬如跟大家解释 刚才有些人说到 糖尿症 像这个 血糖膏那些 我们马来西亚人 我们是说糖尿病 我不知道香港人是什么 是否糖尿病 糖尿病也是遗传 遗传 只是遗传一个倾向 意思是 是什么 譬如我妈妈也有糖尿病 但是一个人对食物方面 又不去注重 体重方面不注重 又肥一点 体重太多 又不去做运动 就变成糖尿症 但是有些人 譬如他父母 没有糖尿病 那个基因 但是食物方面 很有研究 很小心 又不会体重太高 淀粉质 又不是吃得太多 他便没有糖尿病 所以很多时候 当我们说 抑郁有基因遗传的因素 我们不需要有些恐惧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知道 如果我们其他方面做得好 那个遗传 那个天涯 就不会爆发出来 所以 说到遗传 基因 那方面 有些家族都是一样 家族不但只说 是遗传 基因那方面 很多时候 我们 我妈妈很多时候 小时候 都说 你休养学养 那样 很多时候 我们在家族方面 长大 对于我们的长辈 尤其是 父母 处事 各方面 有些处事的方法 是会引起 比较容易患上抑郁症 有些处事的方式 是比较 就不会说 已经感到患上抑郁症 譬如说 我所说 那些追求年尾 那些 十全十美那些 那样 如果我们 比如说 我们家里有些人 有患上抑郁症 各方面 尤其是 癌分泌 那些病 有些甲状腺的病 有些人 甲状腺 癌分泌 那些 会症到有抑郁症 那些是生物性 另外一个 就是说 心理和精神性 各方面 一个就是说到 心理和精神性 性格 那方面 我简单 这样讲到 那些 追求完美 那些 那些 出事 追求完美的人 很多时候 成功的机会 是很高 但是你的短处 就是说 抑郁症的机会 仍然 都是在一起高 所以我意思不是说 是要改变 我不需要去追求完美 我意思就是说 我们每个人 都要了解 我们自己的性格 是怎样 那我们要在长处 那方面 最好就是说 保留 短处那方面 是最好去更改 那我们当中 但是多数有些 都是父母的 或者很多时候 都是有一些 做夫主母 那些 做夫主母 那很多时候 我们都要帮 那些下一代 尤其是 如果你的儿女 或者你的孙 那些孙女 那些孙女 有些太过 追求完美 那些 那些我们要帮 去更改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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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做的 真的应该 十四年 去追求 那些 那些不应该 都要 尽容好 自己的 那些 是帮他们的 心理 那些比较内疆 那些 都是会 抑郁症的 机会高一点 为什么内疆 抑郁症的 机会高一点 因为内疆的人 它就像一个水面 你知道吗 海面 sponsor 英文叫做 各种东西都吸收 你知道吗 好的又吸收 不好的又吸收 别人的 情绪 又吸收 自己的情绪 又吸收 那些比较外向的 那些 它能够说 把 心里面 那些 不高一点 它可以发泄出去 外向那些 但多数 有时发生 它是 那些 那些 所以内疆 如果是英文证来说 是比较好一点 那些 自责 赖自己 那些 是英文证的 方面 没有那么好 因为你很多时候 晚上睡低的时候 睡觉不是说 直接睡觉 但多数那些自责 晚上睡觉的时候 是去分析 今天做了什么 这个人说什么 我说了什么 为什么我回答 我不应该回答 如果我再改变 它有什么态度 如果有这样的态度 我又怎么去做 你明白吗 它的故事 愈理愈刺 所以很多时候 睡觉的方面 睡眠的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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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很未满 就是这样 有些人说 跟睡眠的无关 都是有些关系 因为如果你一会失眠 你抑鬱症的机会 都会高一点 那些内疚感 那些太多 都是一样的 所以性格的方面 会影响到我们 幻想的机会 比较高一点 同时 那个经历 那个过程 都是很重要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知道 我们每个人 我们每个人 很需要 至少有一两个 好亲民 好亲民 的关系 当然 就是一个家庭方面 上帝是给我们父母 所以 为什么父母 跟我们的关系 很重要 因为父母是给我们 一个安全感 父母的关系 是给我们 一个安全感 父母跟我们 之间的关系 是给我们 一个自信的感 父母跟我们 之间的关系 是给我们 一些可以说 能够自信 或者说 可以有些无限 所以很多时候 如果童年 经历的方面 有些 比如童年入代 那些 很多时候 患上的症 的机会 都比较高一点 为什么 因为如果你父母 不是给你一个安全 那很多时候 你在日常 生活上 你的心灵 不是太平静 因为有什么 你会觉得 会不会有什么 事情发生 所以 童年经历的方面 是很重要的 有那些 童年 可以素晶 幻想 长大之后 自观 变成惩人后 我們以來只是給食物或教育方面 但是對於心理健康、精神健康的過程 我們都要比較注重一點 有些事實、分析、判斷都會有問題 剛才的導演講 那些是心理、精神性的因素 另一個就是社交性 下一次就想到社交性 其實社交是很重要的 不知為何那個變成了西洋 你看看剛才有些追求完美的天洋 表現出來 一刻看到就知道那個西洋 那社交其實是很重要的 為何社交是很重要的 因為我們在醫學界精神科方面研究到 其實這個社交是給我們一個安全的網 我們英文叫社交人員 我們英文叫社交人員 為甚麼呢 我們知道港德的人 如果是有社交的網越大的 如果他患上抑鬱症 那個機會大一會少一些 第二呢 如果他真的患上抑鬱症之後 他復原的機會是高一些 還有他病好的時間是比較快一些 因為那個網好像一個安全網 如果你的意思就是這樣 你幻想一下 我們這個症就是好像掉了一個山崖 這個社交是一個安全網 如果沒有那個網 一會跌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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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們每個人是通過別人 來表達我們自己 很多時候我們不是自己一個人 其實我們是通過別人 來表達我們自己 我們基督徒全部都知道 譬如說創世紀 那方面大二章那方面 阿當神 阿當是一個人其實沒有那麼好 所以我再創造一個女的婢女 所以一個人其實不太好 你社交保持都是一個男一個女 所以很多時候我們要兩個人 只需要兩個人 我們通過別人來表達自己 所以那些是比較封閉自己 那些說其實我是很行的 我不需要人的 我自己什麼都行 我認為那個人其實患上益不正是很高一點 因為事實現實就是這樣 我們自己一個人是不行的 我們至少要有兩個人 傳道書都是這樣說的 兩個人是好 為什麼呢 兩個人當一個跌倒的時候 另一個將你扶起上來 我們在生命上很需要一個了解我們 其實我們英文說 其實生命是什麼呢 當然聖經來說生命就是 就是講認識上帝和他的基督 認識的意思就是 不是靜止我 我只知道上帝是什麼 基督是什麼 認識的意思就是 我和他之間有很密切的關係 所以很多時候聖經說到認識的意思就是 社交方面是很重要的 為什麼 因為社交是給我們安全的望 因為通過社交 我能夠表達我自己 表達我的自我 就是這樣 那個社交的方面 另一方面是講到熟練的方面 當我講到熟練的方面 我不是說是基督教的方面 因為我們每個人都有一個靈 你知道嗎 那很多時候熟練是很重要的 為什麼 因為我們需要一個人的精神支持 當然如果我們身邊的人 和我們的宗教的見識相同 是比較容易的 我好像馬來西亞的人說 就是你不會說有一個雞 有一個鴨來傾禮 兩隻都是鴨 兩隻都是雞 很多時候熟練是給我們一個生命的意義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每個人 神創造我們每個人 是我們有一個意義超過自我的 我們每個人都是伊朗的 我們要一個意義 不是這樣 我要成功 我要賺很多錢 我要怎樣 所以為什麼很多人 到了很多比如說 Bill Gates那些有錢人 他們到了的時候 他們要知道 其實如果我的生命志 一比說建立自己的成功 會覺得很空虛 我們要有一個超過自我的意義 然後我們只能夠 有一個答案 我想說我的人 我想我的宇宙 其實它的目的是什麼 我的人在這裡 那麼多年 神給我70年 80年 90年 那個意思是什麼 不是只能賺錢 創造事業 有好的家庭 等得我們有一個希望 一個歸宿感就是這樣 所以宿命性是很重要的 那麼這裡說到有四個因素 那麼下一個 就是講到說 所以抑鬱症呢 我再做一個結論就是說 是一個壓力 跟一個弱勢 跟一個強硬 那個終點 所以每個人都不一樣 有些人壓力太多 雖然他們有些強硬的 但是他們都會產生抑鬱症 有些人呢 他的強硬是比較低一點的 所以少一點的壓力 他們都會產生一個抑鬱症 那麼抑鬱症呢 是怎樣會影響一個人 怎樣會影響一個人 當你明白 抑鬱症有四個因素的時候 你會很容易明白說 抑鬱症呢 是影響我們全個人的 基督徒我們對於一個人的認識 就是我們一個人的身體 有幻和靈 所以很簡單地解釋就是這樣 抑鬱呢 是影響我們的生活 我們的靈 我們的魂 身體那方面是很明顯的 一個人患上抑鬱症的事 這叫抑鬱症 抑鬱症就是抑鬱 如果你想一件事被抑鬱 一個人被抑鬱 會有甚麼情況呢 大一好像很累啊 沒有甚麼力啊 對我們的身體有些問題 消化方面有些問題 沒有胃口 體重會減輕 所以身體很頹癢 沒有甚麼精力 那是身體的問題 還有睡眠方面 有些人呢 抑鬱症之後 是真的睡覺睡不到的 有很多 有些睡到呢 他會說 如果是 睡到呢 他會說 三四點 凌晨三四點 一停下床 那有些呢 他影響到 因為他沒有精力 整天睡 睡12個小時都不夠 16個小時都不夠 睡然後睡 睡然後睡 那好 因為不夠精力 所以大一呢 是影響那個人的身體 另外一個呢 就是影響那個人的思想的方面 思想呢 是比較暗一點 每樣東西呢 都覺得沒有甚麼希望 這樣 好像這個圖畫一樣 你看這個人 他的那個表現呢 是很明顯 就是被他激鬱 思想的方面 第一 他思想分析能力 是比較低了一點 第二呢 他很多時候 他思想的能力 的速度 是比較慢一點 所以很多時候 如果說 要去用一些思想的方面 去解決問題 他真的做得很慢 很慢 那很多時候 用一用東西 都覺得很失望 都覺得是沒有甚麼答案 那個是思想的問題 那那個感情 那個情緒的方面 是很低很低 但是有些初期 去 未低的時候 是很暴躁的 有些 有些 尤其是那些男性 尤其是青少年那些 是比較暴躁一點 所以有些 他不是會說 哎呀 他不會跟你說 我是覺得 好像很疼而喪 好像很happy 我覺得很悲哀 有些是比較說 如發火 那些 比較說 沒有那麼平靜 那些都是一種 抑鬱症的表現 以致各方面 都是有很大的問題 以致就是 他很多時 是缺乏一個推動力 很多時 以前能夠做的事 現在覺得不能夠做 我見過很多父女 譬如說 有很多時 出了起身的事 以前是做慣的 譬如說 一日之中可以做一件事 做那件事 做那件事 那有些呢 患上英文之後 覺得 哎呀 買菜也很難 做一餐也很難 做家務也很難 任何事情都覺得 沒有什麼推動 覺得好像不能夠做 那有很多呢 如果有很多的男性 有職員那些 都是一樣的 覺得 我自己不能做的 這個事情 開會的時候 有很多很大的恐懼 那些都是一個 depression 一個抑鬱的方面 影響那個人 另外心靈那方面 是很不安定 那如果是做一個結論 來講 一個抑鬱的人 你的思想是怎樣呢 我們英文就是說 他對於自己的分析 是很負面 我是真的沒有希望的 我這個病人是很慘的 我是幻想什麼 癌症什麼 那很多時候 踏到一點 他的幻想 他的幻想 是比較 好像一個 不合理的 那個幻覺 paranoia 那樣 那 那是對於自己負面 對於周圍的經驗 都是很負面 你不如出來玩 玩有什麼好 我也不會happy的 什麼 對於將來 也很負面 我們英文就是說 the big tree 最大的三個負面 對於自己 對於生命 自己的那個 自己的那個 自己的方面的經驗 還有將來 如果你當中 有一個朋友 或者自己的 那些都是 抑鬱症 那些都是抑鬱症的 下一個就是講到 我們觀察下一個 就是大腦的方面 因為是很重要的 如果你不懂得醫療 你不會 不會醫學不研 那抑鬱症很多時候 如果你將我們 一切開一半 很多時候我們的思維 我們的經驗 是講到 那 這是我們的大腦 所以 很多時候 是大腦功能的問題 令到我們一個人 尤其是那些比較年老 那些70歲 80歲 有很多時候 當他們患上抑鬱症 有身邊的親戚 或者家庭醫生 都以為他是一個 老人痴癌症 為甚麼呢 因為在思想方面 有問題 樣東西都慢了 好像又不夠 想到 記憶又不好 所以很多時候 有些人以為 是千環症 其實不是千環症 是他一個抑鬱症 那抑鬱症 不是會影響 那個細胞 或是毀壞的細胞 是大腦的細胞方面 有些功能的問題 那我們再看看 是甚麼問題 如果你看下一個 如果我們將這個大腦 放在一個迷險鏡 是嗎? Microscope 你會迷… 其實我們人的路 裡面的細胞 其實是不是相連的 你知道嗎? 像一個細胞 跟一個細胞 在另一個細胞之中 是有些… 是一個甲膜 一個細胞的 那為甚麼 我們一個人 我們的大腦有功能 是因為中間那方面 有很多那些神經化學 神經化學品 當你… 譬如我想說一句話的時候 那大腦那個部分 是控制我 說話的方面 它有些… reaction 有些意思 發生就是有些… 這個細胞 和這個細胞 到中間 有些神經的… 那些法學品 會馬上說 在這裡 走到這裡 走到這裡 像一個鎖和一個門 一個鎖匙和一個門鎖 你要配合那個對的鎖匙 開到那個門了 那個鎖 然後那個門 只能夠打開 那麼… 抑鬱的問題就是說 很多時候 那個鎖匙不夠鎖匙 所以程序很低 因為它不夠鎖匙 所以不能夠將那個鎖 程序那個鎖 打開去 提高自己的… 提高自己的… 那個程序 很簡單就是這樣… 這樣解釋說 神經那個細胞 那個方面 那個問題 那醫療的方法 是怎樣呢 醫療的方法呢 是要看有甚麼等數 所以很多時候 抑鬱不是… 亞洲人呢 對於抑鬱症的方面呢 是一個誤解 為甚麼呢 我們會只是以為 啊 醫生開藥給我 就是可以的了 OK 那醫生開藥給我 很多時候 不是靜止醫生開藥 OK 如果一個病 人又患上抑鬱症 只靠食藥呢 成功的機會呢 是很低的 我要這樣跟大家說 因為我… 我又懂得說 一些… 普通話 又懂得說一些… 廣東話 雖然法有甚麼標準 那我多時 我以為說 哎呀 我不懂得怎樣輔導 不懂得說甚麼 那其實 如果你能夠幫助你 已經是對他們來說 是很好 還有我們基督徒 都有一些內心啊 那些內在 還有祈禱的那些治癒 那我… 總簡單就是這樣說 那我再收一層 再跟大家分析 講醫療的方法 講到食藥的方面 那食藥的方面 為甚麼 食藥是… 是要有肉質呢 因為食藥是增加去 兩個… 那個神經的細胞之間 那個… 那個神經的那個化學品 叫做別青素 那別青素 身體越多別青素 會將我們的情緒 會提高 所以很多時 醫生開藥給你 其實唯一的目的 就是要增加那個別青素 為甚麼 醫生會開不同的藥給你呢 因為不同的藥 是有不同的負責能 OK 所以很多時 未必說 這種藥是比那種藥好 很多時 醫生開藥呢 就是配合過 是… 那些藥 總有呢 是比較適合的一個病人 譬如說 之前我說到 抑鬱症會影響到人的身體 有些人呢 他睡得太多 那醫生呢 會開一隻抑鬱症的藥 增加血清素 還有給你一些推動的藥 那你不會睡得太多 但是另外一個人有抑鬱症 但是又不睡到覺 所以醫生不會開那隻 給你推動的那隻 這樣你更加失眠 那他就會開一隻 OK 能夠增加血清素 以及可以睡覺的方面 OK 那因為我做醫生呢 所以我要說 下一句話 OK 有很多時 你醫生開藥給你 他開不對的藥 其實不是說他沒有經驗 因為 因為很多時 配合那一天 他不能夠說 因為現在我們沒有一個 一個可能 看看你炎血 那一段血 那方面炎了 回來他會說 哪一藥是最適合你 很多時我們英文叫 try and error 你明白嗎 you see 藥 看看你怎樣 所以如果醫生開藥給你 你覺得 這種藥沒有什麼好 最快跟醫生談 看醫生藥沒有什麼好 最沒有理想 是有什麼輔助的 OK 但如果你不回去看那個醫生 那個醫生都不知道 你明明沒有 那你再看另一個醫生 或者你再看另一個醫生 又再可以 另外一種 一樣的藥給你 OK 所以如果他的藥 你覺得是不對 其實不是說 是不厲害 是說 剛剛你 你那個藥是不適合你 OK 那藥物呢 是增加 國家補充的社會 OK 但是未必說 因為藥是增加血清素 未必說你 用兩種的藥 好過用一種的藥 OK 很多時未必說兩種的藥 好過一種的藥 下一個就是這樣 輔導的方式 另外一方面就是生分性的 剛才我提到就是這樣 食藥 其實有很多些 譬如說我們中國人 很多吃的那些補品 我想簡單跟你說一下 如果你有抑鬱症 其實吃藥油都是挺好的 藥油、維他命C 那些都是挺好的 維他命B都是好的 OK 維他命C、維他命B 同那個藥油 OK 但是 另外一個 我就想說到 就是中藥和西藥的方面 中藥和西藥 未必說中藥是好 不會壞身體 西藥是不好 會傷害身體 我知道我們中國人 有一個就是 我們化學方面的思想 為甚麼我能夠說 因為我廣東人 我媽媽很多時 廣東人很多時 你的食物其實有些藥 我記得小時候 有些藥材湯 所以我對於中藥的方面 我是沒有抗拒 因為我是從小長大 我知道 吃過一些記事 要是補給你 我也知道 有中藥的好處 其實他真的會說 如果你的身體功能沒有了 他就好像提神 但如果有一個病 很多時中藥是不夠力量 他真的會控制那個病 我是這麼簡單 那麼有很多時 有些中藥是不會壞身體 至少我們知道西藥 去化研研究過 有甚麼副作用 所以中藥他沒有寫說 有甚麼副作用 不是說中藥沒有副作用 是因為我們中藥很多時 傳統來說不是經過同樣的一藥的方式 是說這種藥是沒有的 因為我們傳統說 那些藥也好 沒有真的去到化研室那裡說 有甚麼副作用 所以有些中藥都是有副作用的 那下一個就是講到 輔導那方面 為甚麼輔導是很重要的 我要強調一點 輔導是很重要的 我希望就是說 很多時候我們 今天這個講座 回答到一個 一根明白就是 輔導不是只是跟那個人聊天 你明白嗎 因為那個醫生是很多年的訓練 所以他能夠和你分析 當然如果你身邊有些人 能夠和你分析都是挺好的 但是不是講到這些 一邊聊天 那這個話就是說 很多時候一個抑鬱症的病人 他的心裡好像那些性一樣 那些結已經是綁住了 你知道嗎 他是自己開不了的 他自己開不了 因為很多時候我們人是這樣 當我們有一個問題的時候 我們會自己去藏襲一個答案 當我們真的找不到的時候 我們要靠別人 已經是在這個心裡 沒有很大的結 所以輔導呢 首先呢 是將他幫幫他 把結打開去 OK 但是輔導不能夠踏到 把結打開去 除非那個病人 和醫生講過 有這個問題 但是如果病人講過 有沒有這個問題呢 醫生可能能夠看到你們的結構 所以很多時候 信的醫生 或者信對方的輔導 就是很重要的 把心結打開去 打開心結 改變那個觀念 因為觀念是很重要的 有很多時候 我們不知道 我們每個人 很多時候 我們都有自己的偏見 OK 我們是真的有自己的偏見 譬如說 我在馬來西亞長大 小的時候 來了澳洲也很久 馬來西亞很多時候 但是很多時候 中國人對印度人 都有些偏見 譬如說 印度人很懶的 你沒有信 他們全部都是偏字 很多時候 我們自己長大 我們自己偏見不知道 你知道嗎 我們有些偏見是對於自己的 譬如說 有很多時候 我們覺得 我是沒用的 偏見不是自止別人 偏見是自己 如果你想 有這樣的擁有這樣的偏見 一每一每 你把那個偏見 好像真的被他改變 你完全憶不正是很高 因為你對自己 都沒有什麼信心 所以為什麼 輔導是很重要 因為聖經也有說到 聖經 萬太福音是說 耶穌說到 很多時候 我們看到別人的眼裡 有些人 但是我們自己的眼睛 自己看不到 所以輔導 是很重要 我們裡面的痛苦 和我們好像內心的衝突 都要解決 當我們不解決的時候 即是靠食藥 它會越開越長 再下一個就是 說到社交各方面 愛心支持幫助 是很重要的 我們不要在美國 我都不是專業人才 我都不是醫生 我都不得什麼 我都不幫給他 其實如果一個人 如果一個人還受 你身邊 你聽下去已經是多好的 你不需要說 有很大的智慧 說跟他開戒 但是你能夠坐在他身邊 這樣具體上 跟你表達 我是保愛你 我是支持你 還有具體的藏幫 其實已經是很重要 很重要 那麼熟練那方面 熟練那方面 我想說到 教會如何能夠幫助 一個患上抑鬱症的人 首先我們要放下 我們自己的偏見 和那個恐懼 因為我們每個人都是這樣 我們很多時候對抑鬱症的方面 真的有點偏見 但一個偏見是什麼呢 我們會覺得 抑鬱症的人 其實是很 我們英文就說 spineless 意思是很軟弱的 你強一點就可以了 你這麼軟弱 什麼什麼什麼 其實很多的抑鬱症的人 不是軟弱的 就像我剛才所說 那些性格的方面 已經是 沉走那些十全十命 那些沉走十全十命 不是軟弱的人 所以 很多時候 最好就是 放下我們自己的偏見 而抑鬱症的人 他不是說 他想有時發生 他不是說 想那些人幫助他 不是說他很軟弱 很多時候已經是很強 那很多時候 我們都要放下自己的恐懼 面對一個人的抑鬱症 我們會很害怕 抑鬱症不是傳染病 如果你去幫你的朋友 你有抑鬱症 你患上抑鬱症 比你去幫你的朋友 有抑鬱症 他不會傳染過他的 我們應該放下 各個恐懼 這個抑鬱症 是很可怕的一個問題 我們都要放下 我們自己的恐懼 我們不能幫助 為什麼正如我所說 很多時候 你可以坐在身邊 跟一個正人聊天 你不需要給什麼 好像超天然的智慧 你只需要聽一下 只需要說 我和你抑鬱 如果你這樣說 你這樣做 我和你抑鬱 已經是很足夠的 我們要了解自己的空間 和那個範圍 為什麼我這樣說 這是很重要的 我想解釋自己的空間 和那個範圍 是怎樣的 當我們要說真的 我們的教友 又要抑鬱症 我們想幫你的時候 第一 我們要了解一下 這個病 很多時會拖下來的 不是這樣 一人兩人 所以很多時 你要想一下 我自己的空間是怎樣 空間的意思就是 我自己的生活的過程是怎樣 如果你說 我能夠一個星期 可以打一個電話給你 看看你的電話 聊一下 那些是你的空間 你明白我 那你要先跟對方說明 不會被對方提高太多的秘密 所以很多時你不要說 太過積極 我明天來 後日又來 大後日又來 星期日又來 星期一又來 你這樣來 除非你真的能夠這樣做 所以你要知道自己的空間 是怎樣 如果你真的這樣 可以的 現在星期一次就OK 如果不是 你要跟對方解釋 因為抑鬱症 應該只是比較拖下去的 很多時我們要守自己的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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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思是 Promise 我覺得很重要 為什麼 因為一個抑鬱症的人 已經很失望 你知道嗎 因為他覺得 醫療又不行 改良又不行 所以如果你給一個 留言說 我會幫你嗎 但是他打電話 又找不到你 叫你來的時候 你說對 是比較麻煩的 OK 所以你要真正守自己的留言 因為給對方一個希望 是很重要的 如果你不守這些留言 很多時候 為什麼會不解釋你 會覺得 真的我這個病這麼嚴重 我好朋友說你幫我 他都不幫我 因為我很普遍 我好朋友知道 幫我 是沒有用的 所以你會靜去 他教股字畫 更加嚴重 我們要明白對方的 那個觀念 還有 和信仰的程度 為什麼我這樣說呢 因為很多人會說 哎呀 或者你有一些教育 你不知道犯了什麼罪 你回去不罪 你變一位好一點 那麼 最好沒有說那些 有些人會說 會說 和他討討 關於 比如說什麼魔鬼 除非對方 他有這樣的思想 最好不要說 如果他已經很抗威 他會想到 我自己有 現在有醫療症 和身上有很多邪靈 什麼什麼 除非他有 你有這樣的思想 你這樣說 那種話題 那愛心支持 幫助 還有 那是很重要 那另外一個 那有些經文 其實是不錯 其實基督律有很多的經文 尤其是 尤其是 詩編 詩編 那些 但是如果你想 跟他們分享一個經文 除非你是很知道那個經文的內容 你要先查一下 因為有些經文是關於 神理智佛 那些 對他們的那些是無故 所以我選給你 全部那些 是給你一個希望的 意思是要知道 所以我們說 耶和華是一個誠實的 詩編大一 詩編大一 我們是安息 能夠依靠 耶和華 63章 91是很好 91是講到 我們是 耶和華 我們的避難所 我們可以 在下面 我們是受到 保護 120 121 都是很好 還有131 所以 除了這個詩編之外 或者在非尼彼 比書大四章 四至九章 都是挺好的 很多時候 如果你想用經文 如果你想用經文 來支持你的朋友 或者你的家人 不要說 不要說讀了之後 逼他去信你明白 沒有 很多時候你只需要說 今天我和你 我和你 分享一個經文 你分享了之後 你可以問一下 你有什麼思想 有什麼意見 大多數 那些會說 沒有什麼意見 但是如果你說 我不信 你不要說 逼他去信 你明白 你只能夠說 我和你分享一下 我對這個經文 自己的經驗是怎樣 我可以和你祈禱 那些祈禱 最好是不是這樣 通過祈禱 而是逼對 沒有說 神你鼓勵 這個弟兄 可以凝聚 他對你沒有信心 什麼 如果你的祈禱 沒有那麼好 你最好是用 祝福的那些祈禱 你可以用祝福的祈禱 就是 神 我們讀了今天的經文 知道你怎樣的誠實 你會幫助我們 什麼 因為你是一個很可教的天父 你對我們愛愛是很深的 你是祝福祈禱 因為很多時候 當你祝福祈禱 如果祈禱能夠接受你的祝福 祝福的意見已經將那些 好像比較抑鬱 比較負面的思想排出 所以你不需要很積極地辯駁 你不需要這樣說 你不需要這樣說 因為你越說 他越來越覺得自己沒有什麼要明白 所以其實用那些安慰的經文 跟你分享是很重要的 那 和大家分享了 就是好像很簡單說 抑鬱症是什麼 以及我們是怎樣能夠幫抑鬱症的教友 我想再說一句 就是很多時候 有很多人患上抑鬱症 真的不是說去信神 或者你是沒有信心 因為很多時候 我們每個人的遭遇都不是一樣的 所以我們對抑鬱症的人 都要很明白 我想再另一個鼓勵 我們幫助一些弟兄姊妹 就是說 如果你患上抑鬱症 都不是說你原諱 就是希望我今天的分享 能夠幫助你 能夠幫助你家人 或者有一天 能夠幫助你家人 或者你怎麼可以幫助你家人 謝謝 多謝 他实在太不了解人的病 基督徒都是会患上抑郁症的 我们知道虽然耶稣是被钉了 甚至加上为我们受罪、痛苦和和我们的病 救我们的病 但是在这边虽然我们是有永生 但是永生全部的终点都不是 我们是在这个世界上能够摆到 譬如说我们都会伤风感冒 有时我们都有心臟病、血压膏等问题 很多时候这些是罪方面的结果 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都是有罪 我们自己都是有罪